大家好 我知道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更新购物分享了 因为我前面那一个月的购物情绪不是非常的饱满 所以我就稍微停了这么一会儿 虽然说快一个多月没有更新 但是我在这一个月当中还是陆陆续续 有买一些下末初秋很适合穿的单品 有些是我现在这个季节还在穿 到了深秋的时候也可以当作搭配的 然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这一个多月到底买了什么东西 这是一件衬衫 这个衬衫它的颜色特别像熟的刚刚好的芒果 但视频里面可能会有一点点偏色 就很显摆 然后又很秋天 就颜色特别好 它的面料很神奇 就区别于一般的那种衬衫 软中带挺挺中带软的感觉 不容易皱 它的板心也是这种比较宽松的 它的板心是有点前短后长的 厚度也不是很厚嘛 就是属于比较适中的一个厚度 然后我也会把它当作那种防晒衣穿 最近非常喜欢皮肩这种东西 可以把它当作装饰 也可以把它当作一点点那种小薄暖 白色的就是很万能 可以搭那种很彩色的 然后也可以搭我这种白色跟白色的 它这个皮肩就是这样子的 摸起来是那种很软糯的感觉 这个皮肩我买了两个颜色 这个黄是有点偏鹅黄鸡蛋黄的感觉 黄色会让人感觉在初秋啊 或者是在比较冷的天气的时候 会感觉很暖和 它的话就是搭配这种白色的针织啊 或者是搭那种白色的衬衫 这个派的包有好几个了 它这个棕色部分是皮面的 然后这个白色部分是那种比较粗一点的帆布 这边做一个这种印字 这个包是比较大的那种 容量也是这种比较大的 它这个整个包就是会比较的偏硬一点点 就是会比较的有形一点 还有我身上这一件 这一件就是一个白色的针织 它就是比较软软糯糯的 但其他上升会有一点点小扎 我很喜欢它这个花纹 就是做这种同色系的一个花纹 这里也是有这种花的 看起来很有气质的一件针织 这件它其实会有一点点透 就是穿这种肉色 这件我就觉得它很美很新 这件是我买的比较早的秋装之一了 我很喜欢它这个配色 它这个配色也是很戳我 就蓝白 还有这种红色去做一个点睛 它是针织毛线的 然后后面做一个这种脸帽的一个绳子 它这个针织是属于知道比较密的 厚度算是中等的一个厚度 它这个异常是属于中等偏短的 我要把它搭那种高热的厂裤 就不会露出肚子 那边也是做的种很调纹的 这件我当时也是一眼就买了 这件衬衬它做一个这种 露肩的一个设计 它这里是固定在肩膀上的 然后这边是会露出来锁骨跟这种肩头的部分 肩带这部分是做这种松紧的 后面这边也是做这种松紧的 它的面料也很特别 就不是那种一般衬衫的面料 细看可以看到上面是做这种竖条的一个纹领 对所以它也不是那种容易皱的面料 而且上身也很轻肤 这件我自己平时就是搭一个那种黑色的长裤 接下来是一个这种衬衫和一个这种半裙 这两个不是一套的 是我自己把它们搭在一起的 这个衬衫做一个这种微型的一个领子 扣子是做这种小排扣 它整身都是做这种小花 对然后它这个小花都是那种刺绣立体的 外面还有这种叶子的刺绣 时间都很丰富 就是很有层次感的一个白衬衫 这一套我自己穿不去会被人家夸鲜 它这个面料是属于那种比较薄的 但它也不会容易透 因为我一般都是在里面穿一个那种肉色 或者是裸色的内衣 这个不是那种贴身的 它是比较宽松 我当时是这么搭的 我一开始以为这是一个连衣裙 然后后来看到这个是个半裙 没有想到半裙这么好搭 半裙就是很方便 而且加上它又是这种长的 就完全不用担心 走光啊 或者是被风吹起来的问题 它是这种松紧摇的 穿透也很方便 它握起来会有一点点纹理的那种棉码布 它里面是做两层 就不会透 这一条我有洗过 它还没有缩水 这件它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在这里做了这种别针的设计 它这个别针是可以摘下来的 就可以自己别上去 拿下来当做一件那种 比较简单的一个西装外套穿 它这个肩是做了一点点垫肩的设计 它这个垫肩就是比较软 比较薄的那种 就是会比较的自然 别针这样扣起来 就会比较的帅 这种黑西装就随便搭搭 都很好看 我自己搭了几身给你们看 搭的是这种真两件 它虽然说看起来是假两件 但其实它是真的两件 如果已经有这种比较短款的短售 然后直接买个这种背心 它也可以 这个天气直接穿它也可以 然后到了比较冷的时候 把它当做那个内搭 跟西装搭在一起也好看 这个包是我朋友送我的月饼 里面送的 对 觉得钱应该都是在这个包上了 这个包是那种帆布材质的 然后加上这种皮 可以这样手勒 也可以这样斜胯 就是比较酷的一个圆包 它还挺大的 这件衬衫裙 它这里是做这种收腰的 然后在后面这边也是 这样折进去的 但是上身 它这个部分还是会有点空余 其实看可以看到 它这个衬衫面料 是有点那种纹理的 它的下摆是做的前段 后长的 它有一点做的很好 是它做的两层 它就不会透 我穿这件里面 会搭一个那种中裤 它这个长度 刚刚好又能盖过我那个中裤 非常的巧妙 感觉像没穿裤子 但实际上我又是穿了 那种比较长的中裤 衬衫的部分很好看 是做一个这种收 然后带一个放的感觉 上身它这一块 就会有一点点那种宫廷感 它这个面料 也不是那种特别容易皱的 它有一个这个紫色的背心 它是做的这种戒变的一个颜色 这个背心的搭法也很多 它可以拿来当做内搭 它也可以拿来跟那种长袖衬衫搭起来 再搭一个那种裤子也很好看 它这里还有一个这种金属的装饰 这个装饰是可以拆下来的 这个链条也是可以拆的 我会把这个别在这个衬衫裙上面穿 这个背心我特别喜欢 它是做这种渐变的一个颜色 它的配色是不是很好看 就很抓人眼球 我自己是把它搭一个那种白色短袖在里面的 别看它是这种小小的一件 其实它的弹性还蛮大的 但它作为背心的话 这个价格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偏贵 这个天可能就搭那种短袖穿穿 然后或者说再冷一点的时候 可以外面套一个西装外套 或者是牛仔外套都很好看 这件毛衣跟我当时刚开始做视频的时候的一件毛衣很像 但这件跟那件不一样 就是它是比较薄的这种罩衫的感觉 可以很明显看到就是这种比较稀的织发 然后在不同的地方都做这种有一点破洞的设计 其实它不是破洞 它只是把这块织的松了一点 它的背面也是 都做这种有一点小模糊的感觉 这件可以看到会有一点点那种毛绒感 就是会有一点点少扎 它这一整件就是很宽松 然后上身会有一点那种蓝蓝的感觉 然后它的背心就是这一个 然后它是后面会有一点小心机 做这种镂空的一个设计 它这是扣子的 它这是做一个爱心的一个金属搭扣这样搭在一起 但它这个还蛮容易掉的 就是我可能放在那边 然后它自己会解开 我的一个多月的购物分享就全部在这里了 最后大家还有什么建议或是问题呢 可以给我留言和信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